从他这一次来了 就是因为一个原因我很生气 所以就是一直他来了 我就没有跟他沟通 就是很生气很生气的那种 就学习这一个月吧 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 一直在处 就是没有定下来 这中间他去我跟他 学费什么事都交好的 然后就是管吃管住的 到了去了没有几天 他就给人家要钱 要了第一次我没说什么 然后又跟他 瞪了又没几天 又跟他要第二次钱 他说没饭吃了 然后我就给他发信息 我说你别人要钱 因为我们那时候 关系还没确定 是吧 然后他不听 他让别人 不让我那个朋友跟我说 然后要第三次钱 你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 他为什么会是那样的状态 对 我感觉他没有一点点 那个自立自强的内容 所以这就是你最担心的 对 他一开始没跟我商量 就开始找了 然后是最后我慢慢发现的 然后是他找到那个人 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我看着是也不太喜欢吧 他是四十多岁 从来没结过婚的 反正是不怎么喜欢 然后是到最后他跟我说 就是没钱就跟我要 然后我就使劲给他要了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是喜欢他跟他在一起 我就想把他们关系整僵一点 你跟妈妈有说过吗 我觉得这个人跟你不太适合 或者说只是单纯的 我不太喜欢这个人 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那时候我没沟通过 所以你们真的是 你心里有话也不跟妈妈沟通 妈妈这边有问题也不会跟你沟通 对 不知道不愿说 似乎是这对母子在调解现场说过最多的话 他们有任何事做任何决定 有任何困难都不能正常的沟通 而是用对抗的方式来表达 这让大家十分困惑 为何小王的成长 没有伴随对母亲的理解而来 母子关系依然这般紧张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